你們千萬不要被 何宇文的外表蒙騙了 他一點都不古板 而且我跟大家講 他常常靠著他溫柔婉約的外表 其實他的私生活才精采得很 那是誰 可以講喔 私生活 我跟你講他就是一個 是這樣子嗎 他的手段高到他的前任 都心甘情願讓他騙吃騙喝 甚至吃肝巴進也沒關係 重點是他們已經分手了 這個家庭要好到可以這樣講 為什麼會知道我那麼多 對啊 所以你前任他講的都是 沒有 我沒有吃肝麻醬 我都有留一點飯給你 還是他是你前任 不然怎麼這麼清楚 天啊 婚婆婚 我跟妳講一個很離譜的事情 有一次我們在一個聚會 在聊一個潮牌的鞋子 那他一點也不瞭解潮牌 那他就跑過來說 這個鞋子好好看喔 這個是什麼啊 很擺明的就知道他是 不了解這個潮牌的人 幹嘛叮住 結果呢 他就一通電話給他的前任 下一次我們碰到他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那個潮牌的鞋子 一直在他的腳上 而且他還很炫耀地說 我覺得這我不行 妳都跟人家分手了 沒有 因為我們還是朋友 張立東那一天 他就秀出一個潮牌 然後我就不懂 他就說宇文姐 妳要跟上年輕人的腳步 我後來看張立東的樣子 是張立東其實沒有要幫我買 對啊 我就想說 那我周圍有誰懂潮牌 我就想到我有個分手的前男友 他很懂 我其實只是傳圖片給他 其實我沒有叫他要幫我買 因為一雙球鞋 那妳傳給他幹嘛 我就跟他說 我就會先誇他說 我知道妳最懂潮牌了 現在大家都在笑我不懂 妳可以幫我一下下嗎 妳認不認識代購 幫我買一下好不好 然後他就在送妳了 送點誰付的錢 這個就是妳要 就是妳要 那個男生送妳 我沒有叫他 我說他幫我訂一下 我就不知道代購要在哪裡 所以他是 就是沒有跟你收錢 沒有 我有給他100塊 因為不能買鞋 對 因為他要留住他 還有功能 而且你一直稱讚他 他就會覺得他有使命感 對 可是我也沒有跟他說 請你幫我買這雙鞋 我說你幫 你認不認識代購 你可以幫我訂一下嗎 還滿厲害的 但妳後面加一個妳最棒 妳最棒 妳好棒 我覺得這有一點 我被需要了 我被送妳 我如果是他當成女朋友 我就說這個 有問題 他現在沒有女朋友 我才會這樣跟他說 對 要不然有女朋友不可能 會這樣幫忙的 對 對 那後面的好朋友 妳講完了嗎 我講得差不多了 但是你們有沒有聽到一個Bug 什麼 就是為什麼我們在討論 潮牌的時候 張立東又跟你沒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要幫你買這一雙鞋呢 張立東跟我有關係啊 他是我很好的弟弟啊 我跟他滿好的啊 有什麼不行 東東很好啊 東 我都叫他東東 可以啊 我們多跟年輕人做朋友 我們是姐弟啊 誰 妳怎麼知道我跟張立東 沒什麼關係 他很為妳 所以妳是承認妳有跟張立東 也有一段情嗎 真的假的嗎 妳先管好妳自己 我差不多算是誰了 妳已經知道是誰了 妳是誰 妳是誰 等一下 怎麼會剩下出來 我要跟高愛講就是 他有很多的這一種 很直覺而且很自然 很自然的那種家 妳為什麼要再賣又哪一個麥 因為那個變身 那是變身的 我不怕跟你 他真的很扯 而且他打給他前任 是跟他前任怎麼講 這潮牌妳不是很懂 該不會妳沒有看過這一雙鞋吧 就是那些鞋子 極獎法 極獎法 然後他還不是只有買一雙鞋 剛才講說他付100塊 你100塊給人家拿兩三雙鞋子 這樣做什麼 什麼意思 每一個前任 我認識他大概有兩三個前任 都對他念念不忘 有什麼過能之處 還對妳講 我告訴你 跟我交往過的男生 沒有覺得我是摩羯座的 因為其實我很會安排生活 他們覺得跟我在一起很刺激 很活生生 活生 我現在 我每一場錄影 我就是工作那麼多年 然後我每一個留言都會看 譬如說我來你們這邊錄影 我一定不會看電視 我會看YouTube的重播 我會每一場都會看 然後我會看每一個網友 看留言 留言我也會看 那證明的是 就是沒有事情做所以 也是工作 沒有 我會覺得這是工作的 工作份 我要看表現 哪裡被檢查 那種態度